请问你觉得夏天是什么 夏天 有美好 有小龙虾 有啤酒 夏天的活动就是吃冰淇淋 大水仗 还有打蛋猪 今天是24节期中的第七个节期 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期 丽夏 唐老师 我听说丽夏有一个豆蛋的小游戏 我们今天来体验一下 就尖头对尖头 看谁的蛋印 对 看谁的蛋 我先搓一搓 我先搓一搓 一 二 三 你那个蛋 那我就输了 对 那你得吃了 那我得把它吃了 丽夏之前等于家家户户 提前煮一下鸡蛋画好 第二天孩子们就可以开展豆蛋活动了 丽夏吃鸡蛋健健康康 然后孩子顺顺利利的度过这个夏天 夏天其实小时候玩的游戏挺多的 都愿意到户外 那我们也去街头问一问 大家童年都玩过哪些夏日小游戏吧 小时候的话会玩过就是 水仗 打水仗 打水仗 还有那个打弹珠 海边就堆堆城堡 沙滩的那种 夏天的活动就是吃冰淇淋 打打卡片啥小时我就去冰棍场 直接在那个大冰槽子里面拔 那记着我就给我妈哭 跟我一顿揍 然后眼泪没干的就把冰棍塞嘴 然后当时就特别开心了 大概小学的时候放学的那个路上 其实它是有一个小溪吧算是 就暑假的时候 有那种我们就去拿瓶子装蝌蚪 就跟好朋友一起 追萤火虫 然后的话拿个竹梁子在外面 拿个补膳在那里乘凉 在那树底下和朋友聊聊天 看看云一朵什么的 比如说中午那会儿会下雨嘛 然后我们就会在屋子里 然后听着雨声 吃着带着洋葱味的那个 那个冰镇西瓜 因为家里会他切完洋葱之后 他再会拿那个菜刀 直接就会去切西瓜 西瓜就能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菜 也有一种家里的味道 一片那个西瓜 然后一把菩萨就坐在那个树底下 然后乘凉 然后听着蛙声 我觉得美好的样子就是 一条乡间的小路 然后两边长满了 郁郁葱葱的大树 然后大概四五点钟的阳光洒下来 然后路上很斑驳 然后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超骑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